第十集 巨鳞蛇属于是无毒蛇 但是凭借着它锋利的锯齿状的鳞片 绞杀之力比什么毒素都来得有威胁 张凡困在盘蛇之中脸色不变 只是驱动林敖盾还着周身飞速地移动着 形成了一道盾墙 才勉强抵挡住妖蛇的绞杀 这不过是权益之计 肉眼可见的 盾墙一步步地被压缩着 灵敖盾上的光芒也渐渐地暗淡了 眼看着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意料当中的张凡神色不动 只是透过妖蛇肉身和盾牌形成的双重天井 仰望着九天之上 云莹再一次飞入云丹 没入高处 直到再不可见 是时候了 张凡目光中寒芒一闪 心有动念 周遭的天空之中忽然间暗了下来 一个巨大的三族金屋法像 慕然间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翅大张 仰望苍天 目光中尽是桀骜不驯之色 周身黑雁腾起 金屋忽然引颈长笑 一道道透明的波纹 以他为中心 向无边无际处蔓延 顿时风起云涌 天地变色 桀骜不驱 一声长笑 山河震荡 天下皆返 一代妖王的绝世风采 滔天气焰 显露无遗 金屋火雨 是位妖兽时的本体神通 显露出的是弱肉强食 使万物生灵如草芥的灭世 这招风雨飘摇 则是盖世妖王 起兵反天 长笑一声 再无感力于高处者 阶段位置不同 心态气势也大不一样 那么下一步 岂不是 默默地感悟着 张凡若有所悟 地若足我 我当碎地 天若挡我 亦要破天 契合着其中的意境 张凡大笑而起 伸手按在落魂中上 大喝一声 周身的灵力 泄洪般地灌了进去 落魂中欢明一声 钟声响彻了云霄 有形的钟声 和无形的长笑 交杂畅和着 震荡范围内 所有生灵的神魂 云层之中 震翅高飞的云鹰 牧师焦距 翻滚地跌落了下来 大地之上 巨鳞蛇得意的 凝色僵住了 惊涛骇浪般地 连绵缠绕 也顿时停止了下来 目光可及的远处 一个白衣飘飘的少女 娇笑着用纱带 勒住了一个青年的脖子 扯进了 嫩白的小手忽然一顿 神色一愣 这声音 回过神来 青年的脖子 已经歪倒在了肩膀上 竟然被少女 无意中勒断了 少女跺了跺脚 随即转称为喜 有意思 一处茂密的树林当中 瘦皮兜身的少女 脸上露出了温柔之色 从树叉上 接下了一条翠绿的小蛇 在手中轻轻地抚摸着 忽然她眉头一皱 手上的小蛇 更是惶恐地扭动了起来 少女的神色舒缓了起来 默默地安抚着小蛇 仿佛一切都不能在她心中留下痕迹 只有手腕脚腕上的 金灵声声 委婉地表达着情绪 一个面目普通的青衣弟子 神情冷淡地在林中慢行 忽然转身 大把的浮露飞出 目标处的草丛当中 一个隐藏着的蓝衣修饰 满身伤寒地被激出了 她四肢颤抖着 脸上满是不信 悔恨的表情 一时还不得死 青衣弟子沉默地上前 伸出手来 忽然顿了顿 脸上露出了凝神倾听的神色 少请回复平静 牵长的手指 搭在了蓝衣修饰的脖子上 摘下乾坤带 起身 她目视前方的平原 沉思了一下 台步走了出去 再看另外一边 眼睛长在叶下 阳身 虎齿人爪 大头巨口 似乃龙之地无子 滔天的法相在半空中浮现 巨口一张 血窝一样 一只张牙舞爪的妖兽刀狼 死命地挣扎着 还是一步步地被吸入 半傻刀狼的甲壳空荡荡地落下来了 血肉内丹消失得无影无踪 滔天的法相散去 旗下一个白白胖胖的修饰 摸着肚子打了个宝格 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神色 忽然 肥厚的耳朵动了动 诧异地望向了远方 眉毛挑了挑 嘟囔着说 是哪个家伙这么猛啊 第一日 第一刻 无悔谷中已经遍布血色 张帆的手战也到了最后的关头 云英神魂未媚 若陨石般天降 自高空中跌落 如果一直这么下去 他自然实死无生 但要是能及时地清醒过来 也未必没有生机 可惜 这个生机 马上被一个小小的环圈 生生地掐灭了 多情环 自张帆的手中飞起 化作一道光柱冲天 下一刻 一道道的灵力环圈 从英慧 赤根 鹰爪处浮现了出来 把云英 裹得像个粽子似的 牢牢地锁住了 即便是能在关键时刻醒过来 一时之间也挣脱不得 也就是说 云英死定了 张帆不再关注他了 把目光投向了 渐渐苏醒了过来 庞大的身躯 如齿轮般 重新开始搅动的 妖蛇身上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不顾脸色苍白 张帆把灵力摧到极限 落魂中灵敖顿 瞬间失去支撑 落在了地上 身后的三足金屋法像 气息变幻 妖气四溢 同时 他手上的五色灵光闪现 给我 起 张帆立笑一声 一只五色光滑流转 由灵气构成的巨大手掌 突兀地出现在了 妖蛇的七寸之处 猛地一捏 提了起来 此乃 先天一气 大禽拿 巨灵蛇的目光 刚由茫然转为胸利 便感觉到 要害之处被捏住了 顿时惊慌地 嘶叫出声啊 神魂混沌之下 也来不及细想 蛇类的本能 主宰了他的反应 蛇类呢 一般被拿住 七寸要害之处 利口獠牙 也失去作用了 此时 蛇类的第一个反应 便是把身躯甩起来 把拿捏住自己的手臂 死死地缠住脚洞 如若是手臂 先被缠得失去了力气 自然是就此脱困了 再反咬上一口 可要是蛇类自身 先被捏得脱力了 就会自此 失去反抗的能力 就像一条麻绳一样 垂下来死了 可问题是 先天一气 大禽拿 是由纯灵气 构成的手掌啊 哪有手臂可言呢 巨灵蛇 理所当然地缠了个空 庞大的身躯 仿佛鞭子一般甩起来 然后无力地落下了 腰蛇顿感不妙啊 这一下不仅没有伤害到敌人 反而让对方 拖出了自己的盘沙阵 顿时有些慌乱了 在半空中拼命地 挣扎 扭动了起来 巨大的手掌 受此距离 也寸寸开裂 眼看着就要消失了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在巨灵蛇惊恐的目光当中 黑色的箭矢 被缓缓地搭上了落日宫 曾经的一幕再次重现 此时大地上出现了一条 新的焦黑疤痕 锋刃与火雨 争先恐后地 从前辈造成的伤口中 钻进去爆裂 在如此近的距离 金乌火雨的恐怖威力 也得到了完全的展现 巨灵蛇庞大的身躯 被远远地震飞了 血肉模糊的上半截 砸入了百丈开外的 一个小湖里 蛇血散开 把湖面映得如夕阳一般 染得非常的艳红啊 紧紧余下的一小截尾巴 继续在湖边的地上 没有意识着抽动着 与此同时 一声轰响 云莹狠狠地凿进了地面 巨大的冲击力 让大量的血液 仿佛喷泉一般 猛然地向四周喷射而出 方圆数十丈 红色的血点 如繁星般闪耀 竟然颇有些凄美的感觉 唉 终于结束了 张帆松了一口气 顿觉两腿一阵阵地发软 脑袋空乏 灵力枯竭 直欲蒙头 大睡一头 勉强抑制住身体和精神的困乏 张帆把散落四方的法器 一一收回到了身边 这才松了一口气 起步向湖畔的蛇尸走去 刚刚在硕大的蛇尾处蹲下 一阵仿佛开山烈石的响洞传来了 怎么可能啊 张帆豁然站起来 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从乾坤袋中掏出一张灵符 手一抖 灵符化为灰烬 然后往前一洒 急目望去 千丈之外的场景 顿时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此时一头小山般大小的野猪 身披着泥甲 獠牙高高翘起 正两眼放光神情兴奋地横冲直撞 向他所在的地方冲过来了 不会吧 这么倒霉 张帆脸上浮出了苦笑之色 紧接着神情一宁啊 好像想起了什么 眉头皱起来 激烈的战斗掩盖的疑惑 重新涌上了心头 先是巨鳞蛇对自己死缠烂打 紧追不舍 那还可能是巧合 是因为自己凑巧 被传送到了巨鳞蛇的地盘 后来云莺又出现了 竟然也是如此 就证明了自己身上 一定有某种东西 对妖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如果把这个想法再隐身开来 云莺速度惊人 所以来得较快 那么是不是说 还有一些动作慢一点的妖兽 正在赶来 比如正在飞奔而来的野猪 有一就有二啊 这头野猪也未必就是最后一个呀 张帆顿时毛骨悚然 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 惨绝人寰的画面 自己浑身浴血 然后被漫山遍野的 妖兽围殴致死 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张帆静下心来 沉思少请 忽然眉头舒展了开来 伸手一抹 冰残法袍的腰带当时断裂 接着脚尖插到泥土中 掂起了一块石头 用脱下的法袍兜住 金刚符俱立符 一通加强肉身的灵符 不要钱地加持到了身上 然后张帆身子原地转了几圈 用扔练球般的姿势 把冰残法袍连筒里面包着的石头 如同天外流星一般 搜 远远地甩了出去 做完了这些动作 张帆两步并坐一步 跑到了湖边 一通扎了进去 湖面之下 他一手捉着礁石固定住自己 一手伸进了乾坤袋中 侧耳聆听 扮上过后 沉雷般的声音 由远极近 仿佛万马奔腾 地面都震动个不停 震动声忽然停了 即便是隔着湖水 粗重的喘气声 依然清晰无比地传了下来 张帆秉着呼吸 仔细地听着 如若他料错了 又将是一场苦战 避免不得 做好准备 也好先行发呢 也不至于措手不及呀 幸好啊 事情并没有向 这最坏的方向发展 不一会儿 上面便传来了 蹄子刨地的声响 轰隆隆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侧耳听来 正是冰残法袍 抛出的方向 竟然真是这样 是谁在暗算我呢 张帆并没有急着 离开湖中 反而缓缓地沉落 就这么在湖底下 盘膝坐下 凝神思考了起来 发觉事情不对的时候 他便意识到了 一定是有人 在他身上做了手脚啊 能吸引换兽的方法不少 但是效果如此明显 如此霸道的 只有区区几种 换心草 一个名字浮了出来 换心草之类的草药 虽然并不属于灵药 但是特点明显 并且提纯不易 如果论起稀有来 还在不少能够提升 助激期修为的灵丹之上呢 野生的换心草 是成片生长的 绵延数十里的草场 在春夏之际 集合所有个体的力量 便会发出一种 人类闻不到 普通野兽 低阶妖兽 无论雌雄 闻到之后 便会异常的兴奋 不远万里的前去 那个交配的 这种奇异的味道 而当他们心满意足的 离开之后 遗留在草场当中的 莫名液体 就是那种液体啊 那就是换心草 最好的养分 换心草并不少见 但是要把其中的精华 提炼出来 凝成一滴 这难度可大得惊人啊 非单到高手不能为之啊 如若是真能吸引 大量的妖兽 即便是成本再高 也会让修饰趋之若鹜的 可惜呢 换心草有一个 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 它只能对低阶的妖兽 确切地说吧 就是一二阶的妖兽 有吸引力 再强大点的妖兽啊 分辨能力大增 这种味道的抵抗力 也就大大加强了 就骗不了人家了 怪不得 巨鳞蛇和云鹰 不依不饶啊 门心自问 要是自己能闻到这 让自己发情的味道 那也得再远赶过来 这家大的冤枉 张帆摇头苦笑 下黑手的人用心良苦啊 在外界 花费功夫提炼出 一滴幻心草来 那性价比可太低了 到了无回谷 这可是大杀气啊 搞不好 一滴幻心草的液体在身上 这整个区域所有的妖兽 都会被吸引过来啊 带着他的修饰 无论多强 也会被生生地堆死啊 好在张帆深知 人都是有惰性的 对方在明知自己 绝对闻不出异常 同时修为又低下 估计刚进入 就会葬身受口的情况之下 不太可能 多花费手脚 把药下到隐蔽的地方 那样呢 无疑会增加难度 和被发现的可能 所以就低到衣服上了 因此啊 在察觉有益的时候 他才会堵上一把 当机立断地 把衣服扔出去 算是把这局啊 给破了 可是到底是谁 这么千方百计地 要对付自己呢 张帆明思苦想了起来 催人 寒恶 还是其他 跟自己有过接触的同门呢 摇了摇头 张帆把他们都排除在外了 以他的神识强度 那些练气器的同门呢 根本不可能在他身上 留下东西 而不被他发掘 只有那四个 结单期的宗师 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想到这里 张帆的脸色顿时阴沉地下来 如果被结单期的宗师盯上 那谁也不会轻松啊 更要命的是 这件事啊 芭城不是幻魔道和御灵宗的 两位宗师做的 自己在外界没有什么名头 身为修仙界 也不突出啊 即便就是要下手 也轮不到在他身上下手 他才是修为到哪儿的小孩 再说了 如果己方的两位宗师 连对方的小手段都察觉不出来 让对方在自己的弟子身上 下了如此的手段 那这种试炼也不用再举办了 大家互相下黑手 低阶弟子立马就死干净了 张帆的心啊 渐渐沉下去了 脑海中近视 进入无悔谷的那一刹那 自己法相宗的两位宗师 看自己那奇怪的眼神 可是 究竟给自己下半子的 是那俩人呢 还是其中一个呢 张帆已经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在无悔谷当中 幻心草的杀局已经被自己破了 在谷外 自己多在宗门之中 哪怕是杰丹宗师 也不可能毫无顾忌地下手 不然呢 自己绝对活不到今天 不妨暂且放下 待自己日后有了实力 再来查查看看 是谁给自己下的黑手 再报仇也不迟 收拾了心情 张帆把刚刚时间虽短暂 但惊心动魄的一战 缓缓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一蛇一鹰 都是二阶妖兽 按照人类修士的算法呢 这都是相当于炼七七 十层以上的高阶修士了 他以一敌二 除了最后的逃生手段 可以说是底牌出尽了 才勉强把他们击毙 这样的战果 放在任何炼七七的修士身上 都是值得自豪的 张帆却并不是很满意 短短的交锋之中 他便使用了两件低阶灵器 三件顶阶法器 一件高阶法器 还有两式法相灵绝 并用了灵丹巫术啊 可以说是生生地用外物 把他们给堆死了 如若使他的修为能再高一点 达到像其他精英弟子一样 炼七七十一层的修为 服以自己的一身宝物 杀死这两只妖兽 绝对不至于如此困难 张帆慢慢地回忆 检讨着 体内的灵力 也非常熟练地 按照第七层的法觉 缓缓地运转了起来 四十九个大周天之后 忽然自然而然地 拐入了一个岔道 寻着一个既感到熟悉 又显得陌生的路线 重新开始了循环 咦 睁开了眼睛 张帆脸上出现了惊喜之色 困住他一年多的瓶颈 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自此 张帆正式踏入了 炼七七 第八层的境界